新北十万里区,于野柳附近的龟吼村是以捕鱼为主的小鱼村 龟吼村原始始动,一开始称作龟孔 后因不小心加了个口字,从此龟孔就变成龟吼,沿用至今 渔船入港后的渔货直接卸货直接拍卖,形成一个渔市集 早晚微凉的气候,烧来秋天的气息,也代表着秋蟹黄金盛产期已经到来 在这一带附近的海域青草与黑草交错汇流,成为台湾海蟹最大的集散地 主产花蟹三点蟹以及石巡 龟吼是万里区四大渔港之一,港边有渔夫市集,还有一整排小二美的海鲜餐厅 上次来真如意吃二嫂的店,今天换大哥的店试试看 大哥的店在二楼,楼梯间有不少名人的签名哦 虽然大哥的店在二楼,水珠箱里面依然放着各式的生萌海鲜 真如意海鲜餐厅地处于港区外围 大哥的店有两层的用餐空间 在这里有最宽广的用餐视野,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海洋美景 我们最喜欢吃鲑鱼生鱼片了,今天老板又介绍另一种生鱼片 鲑鱼片 我是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 真的啊? 有的是觉得那个鲑鱼是有好吃的 那你吃吃看啦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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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鱼鱼 生鱼片就是要新鲜,吃起来就过瘾了 在这边寿司卷是一定要点的哦 我们今天点花蟹炒蛋 我们今天点的龙虎斑,比较大只,所以做两吃 一半做清蒸,一半做鱼汤 分量相当的多 老板招待的饭后冰品 坐在窗边可以看到翡翠湾附近 有人在玩飞行伞 这样可以看到万里地区 绵延的海岸线,渔港以及沙滩 大家如果不怕高的话 可以来预约飞行伞体验哦 今天天气还不错 还有人在骑水上摩托车哦 这干净的海水拍打着海岸 这么美丽的风景被称为维纳斯梦幻海岸 北海岸不止野柳,有奇岩怪石 龟虎渔港往野柳渔港的海岸线 由于有着玫瑰色的岩石 也因此曾被票选为台湾最美的海岸线 在龟虎渔港旁边的渔富市集内 有着当季各式的新鲜渔获 特别是当地的招牌万里蟹更是美滩必备的 今天特别推荐一家在市集内的一家古早味炭烤鱿鱼 看起来跟一般的炭烤鱿鱼差不多 今天特别推荐它的炭烤鱿鱼生 它的鱿鱼生压得薄薄的,烤得香香酥酥的 微甜的味道加上炭烤的香气 真的很好吃哦 有机会来这边买鱼的时候 也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它的味道哦 今天龟虎渔港及海鲜餐厅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 新加入的朋友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们去哪里玩 吃些什么,可在下方按下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哦 影片下方还有其他相关连结可以观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看看哦 感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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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